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开始进入到我们的控场演练 所谓的控场演练 更多的是我本人的一些使用技巧 跟大家进行共享 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演练的开始 在国内的一些中小型城市和县城里面 目前大多的还是单机尾 那么单机尾我们首先 第一个摄像师去的是哪 是新郎家 这里面会出现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我跟新郎在拍摄之前有个沟通 那么我说一下更多 目前市场上存在更多的一种现象 摄像师 在进入新郎家之前还没有见过新郎 还没有进行沟通 那么我们既然要进行控场 我们到了新郎家第一时间要干嘛 不是说拿起相机立马拍摄 我们要找到新郎官 找到新郎官 跟他进行聊天 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沟通的是 新郎官当天的流程是什么 你大致的告诉我一下流程 那么知道当天时间流程是摄像师的一个必备要素 你要进行控场 你就要对时间有所把握 你要知道我在哪个时间点 我能做什么事情 要不然你控场 因为你的现场上的调配控制和安排 导致时间超过了 这样的话会很让新人加生气 所以你第一时间你要知道 新郎官你几点出发 你六点钟到新郎 新郎说哎呀我七点半出发 那你有一个半小时 当你是知道详细时间的时候 你我们的摄像脑子里面要迅速的转起来 哪些地方是我有时间 哪些地方我是没有时间 有时间的地方我该做如何安排 那么你迅速的跟新郎官进行下一步沟通 当然沟通的目的是引起他的好感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要告诉新郎官 其实我摄像还是蛮不错的 我的摄像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能拍出什么样的效果 给新郎官说一些好话 让他充分的去信任你 说完以后 我们接下来继续的要跟他沟通的是 你刚才在大脑里面运转的哪个时间点 你要做的哪个事情 就跟新郎官交通 新郎官你比如说我们要希望他给新郎下跪 的时候同时说一些保证 那我们这时候就要打感情牌了 新郎官你喜不希望新郎今天会更加开心一点 或者你想给他送一个惊喜 新郎官说那我肯定想啊 你有什么招没 那我们这时候有招 比如说你准备一封好看一点的信纸 或者是那种便签纸 自己别让新娘在那边为难 自己就写好保证书 在下跪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你递的不是手滚花 你而是这个保证书 并且大声的把它朗诵出来 读出来 新娘会不会很感动 新郎又说啊对是 这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摄像师要通过一些感情 的方式让新郎认可你的同时 同时让他进入到你的安排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到新郎的第一时间找到新郎 从时通过你的一些沟通交流 短短的十分钟去打动新郎 让他去服从和听从你的安排 这是我们到新郎官的第一步 也是首先要做的事情 跟新郎官沟通完以后 是不是我们立马要拿出相机拍摄呢 不是 为了我们更好的去了解新人和控制现场环境 那么我们接下来找到的是谁 双方父母和重要亲属 那么即使新人新郎不是很配合 但是作为家长往往都是德高望重的 当天大喜事肯定会更加注重一些礼仪问题 也就是说他可能而且很有可能会跟人家配合你 那么找到父亲母亲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的相机最好是打开着的 随时录制一些意外的画面 那么我们找到父亲母亲进行下一步沟通 比如说找到母亲 哎呀 阿姨今天娶媳妇了 开不开心 嗯 开心 你通过这种一个喜事为切入点 迅速的进入到跟阿姨的关系沟通当中 你 他一说开心完 我相信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又会拉近一步 然后这个时候 根据我们之前想过的一些策划方案和拍摄方案 或者拍摄方向 比如说我们想拍感恩的过程当中 父母就是一个拍摄重点 你跟他拉近距离完以后 我们这时候的拍摄可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我们有的时候会注重一些录音工作 比如说我要采访一下叔叔阿姨 让他说一下新郎官小的时候调皮的事情 这时候你因为你很好的切入进去了 也跟新郎的爸爸妈妈沟通完以后 你再进行采访 可能他们面对镜头就没那么紧张 或者说他会更加配合我们的工作 这就是进入新郎官家的第二件事情 找到新郎官的重要亲属 跟他们进行良好的沟通 当我们跟父母沟通完以后 跟重要亲属沟通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花一点点时间跟谁沟通 半郎沟通 那么半郎当天是始终跟随着新郎 也就是说作为跟着新郎的这个摄像师 半郎几乎是始终会出现在你的镜头画面里面的 所以他当天的仪态 他当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是会影响 会很重要的影响着我们的画面的 所以 在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们半郎 找到半郎 让他去辅助新郎去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前面跟新郎去打感情牌 跟父母去打感情牌 对半郎是不是也要打感情牌 其实不需要 我们找到半郎就要告诉半郎 在新郎关开车门的时候 你要第一时间冲过去给新郎开车门 第一时间你要去做什么 你要去做什么 新郎关在进小区往前走的时候 你们半郎团要排好了往后站 等等等等等等 告诉他们一些注意事项 这时候避免我们后面拍摄的时候 出现半郎团杂烂无章 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过程当中 没有第一时间冲到前面去 而从而影响到我们的拍摄 跟半郎沟通就是当天的所有工作细节 记住半郎其实也是当天的工作人员 所以他们一定会配合我们 做好当天所有的拍摄工作 当我们沟通完这些东西以后 其实有可能我们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拍摄 也就是说我们花完很短的时间沟通完以后 接下来就要进入正式拍摄了 进入正式拍摄完以后 首先我建议大家 还是找到重要亲属爸爸妈妈 拿着喜字 或者是拿着一些重要的东西 跑去比如说爸爸跑到窗户旁边去贴喜字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喜字没贴 那么你这个沟通工作会非常好 会非常容易 因为那好 我去贴这个喜字 如果这个喜字已经贴了 我同时又让 又让父亲去贴这个喜字 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摄像师需要 更加灵活一点 我们偷偷的去把那个喜字拽下来一点点 或者是把整个喜字拽下掉下来 你看伯伯 这喜字掉了 你帮我贴一下 我正好拍一下 我相信这个时候 新郎的父亲一定会非常非常的配合 那我们就可以拍到一些新郎家 为了结婚而去忙碌的一些细节精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正好 父亲你突然采访一下父亲 你说叔叔啊 对媳妇满不满意啊 接下来对媳妇会不会很严厉啊 也跟自己家的臭小子一样 说臭小子 这时候其实你通过一个局外人来采访 局内人对新娘 或者对这个婚礼的一些采访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引起一些我们想要的画面出来 或者想新郎官他父亲想要说的话出来 这是反正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 也就是说 沟通完以后的第一步拍摄 我们是要拍摄现场的那个气氛 这时候我们要找到重要的人员 引进他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当我们把现场环境的一些新气氛的镜头 都拍摄完以后 我们接下来进入要拍摄的肯定就是新郎官的准备 那么针对于新郎官的准备 我们有两种 第一种我们有了创意的想法 希望新郎官给新娘去送一些礼物 或者是我们要对他进行一点采访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把新郎官单独拉到一边 或者是让他写一封情书 或者是让他面对镜头去采访 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以新娘为话题的中心线去引导新郎官 那么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举例的时候 新郎官你需不需要给新娘一个惊喜啊 他说哎呀我想给啊 那好你现在面对镜头简单的去表白一下 回头当我把这个片子剪好以后 送到新娘手上 他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吗 整个过程当中他都看不到 等到拿到叠片的那一瞬间 他看到了以后 我相信他会很感动的 哎就通过这样的技巧 去让新郎官去配合你 第二 可能因为时间的原因 新郎官并没有时间去配合你 去做这些事情 那么这时候拍摄的肯定是 伴郎给新郎去整理衣服啊 去拿衣服啊去穿衣服啊这些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控场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点 就是说让新郎官 配合你到窗户旁边 一个好看一点的场景 同时让伴郎过来给他穿衣服 整理衣服就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控场要求并不高 基本上来说就是 你要注意到的是新郎的仪态姿态 他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方向 他的背是否挺直 这是我们摄像师所要注意到的 我们千万不要拍摄出来一个 相对来说很猥琐的 新郎官的形象就行了 我们看到有的作品 新郎官出发以后 很猥琐 一程人乱糟糟的 而有的作品呢 反正能把新郎官那种 男人那种气概或者熊啾啾气昂昂的那种场景拍摄出来 其实在新郎官出发的时候 摄像师如何去编排他们 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说当新郎官家里面的镜头都准备好安排好拍完以后 我们让伴郎 站在新郎的后面 一群人 熊啾啾气昂昂的去出发 那么 如何让新郎官和伴郎 熊啾啾气昂昂的 这个时候我们提前要告诉他们 那边新郎那边会有一堆游戏啊 你们有没有信心把新郎抢到手啊 有没有信心 那边有好多个关卡 有没有过过那个关卡 让他们去打气 给他们打气 那么他们自己就会给自己打气 我们就得去拍摄这种打气画面 一群人围在一起 手跌在一起 抢新郎落这种画面我们去拍 你这样子一调动的话 新人的情绪 包括新郎他无形当中就会很激昂 那么我们再拍摄他们出发的镜头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要的那种气氛都会很好了 当新郎官来到车队旁边 我们并不急着让他们上车 我们要对新郎和伴郎他们说 在上车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子去安排 比如说如何让新郎官更有架势呢 就是我们就得跟伴郎讲 得由你来开车门 我们要演练一下这种走位呀 等等等等 那么在演练这个走位的过程当中 我们摄像师就进行分进 新郎官上车 就立马要出发吗 也不是 我们要跟花车司机提前沟通好 我们跟花车司机沟通的内容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车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 要听摄像车 摄像车的号令 摄像车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花车的前面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拍摄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现象 摄像车一让 花车一超过摄像车以后 就一马开到底 在市区又堵 摄像车永远超不到前面 等等等等 所以告诉摄像 告诉花车 你超过摄像车完以后 一定要放慢速度 等摄像车再次追到前面 这是沟通的第一个内容 沟通的第二个内容 其实也是我们 有的时候会有些创意的拍摄想法的过程当中 它需要进行配合 比如说有一个镜头 我们需要假如说它的花车是奔驰 我们要拍上花车的这个奔驰的标 我们用武林定就要拍 我们告诉花车司机 车慢慢往后倒 这样子的话 那个标由清晰往后倒 变成模糊 那种画面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我们也可以拍车轱辱停下来的那一下 那个镜头 这个特写镜头我们提前把它拍好 到后面的话 我们穿插到花车 到了新疆家小区停下的那种镜头 进行交叉剪辑的话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这些沟通完以后 很多地区是可以放鞭炮的 我们还得去沟通 跟谁沟通 放鞭炮的那个人沟通 就是说他放鞭炮得听你的口令 什么时候点 什么时候开始放 要不然的话 我们会很容易错失这个镜头 而有的地方 有的新人特别特别的刁难 就是说你要是没有拍到这个镜头的话 他还会找你的麻烦 所以这些细节我们都是我们摄像师需要沟通的内容 沟通完以后 我们车队就可以出发了 在出发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跟另外一个人沟通 他是谁 主划车的司机 我们有很多摄像师去拍婚礼摄像发生过这样子的问题 没有跟主划车司机沟通 结果主划车一溜直跑 你的摄像师追的追不着 出现这样的错误的话 那我们拍摄的任务就交不了了 所以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跟主划车司机谈好 在车队出发的过程当中 他的主划车大部分时间是要跟着我们摄像师后面 我需要他抄的时候他就要抄 当我打手势他抄完以后 真正抄过去以后他要减速 这都是沟通必不可少的内容 万一我们没有去沟通这些东西的话 有可能很有可能我们会犯错 那么除了沟通这些细节以外 我们可能还需要让他去配合 我们去拍一些其他的镜头 比如说我们假如说我们的主划车是奔驰 我们用定胶大光圈定到奔驰的那个标上面 然后他慢慢的退后 那么那个标就从清晰到模糊 那种性能效果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棒 然后我们的摄像师就进入到车队的拍摄过程 那我们摄像师要自己要非常清楚 出发和到达的时间定点在那 我们去到新疆之前 大约500米左右吧 我们摄像师要提前下车 所以这时候摄像师一定要控制好车队的速度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的到达地址在哪 掌握完以后提前让摄像车到新疆家 摄像师提前下车 让摄像车归队 这时候驻花车再过来 这时候我们就能拍到 大多的各个细节镜头 那么新郎下车也一样 我们要控制好新郎下车 我们要拍摄的各个镜头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提前跟新郎讲好 新郎官你不要急着下车 让伴郎下车给你开门 那么让伴郎提前下车开门 我们新郎这边接亲的前半部分 我们的控场安排差不多都是这些 我们的控制好新郎下车